大家好 歡迎收聽理事台 球隊在這個禮拜中踢了兩場比賽 分別是周中對薩爾斯堡紅牛的有賽 以及對阿仙奴昨晚踢完的射虛頓比賽 因為之前對薩爾斯堡紅牛的一場 我已經在Facebook Page寫過短文去評論這場比賽 所以我都不會花太大篇口去評論 今次這條影片主要是看社區盾這場比賽發揮 在整體感覺上對薩爾斯堡紅牛和對阿仙奴這兩場表現是有點分別 周中對薩爾斯堡紅牛的球隊是比較累的 即使正選只是踢了60分鐘左右 但感覺他們都不是很跑得起 可能就因為高普集訓是操得比較厲害的 剛剛在奧地利集訓完最後一站 就是去到薩爾斯堡紅牛那裡踢了這場有賽才回家 所以可能在這場熱身賽踢的時候 都未算恢復到他們的體能就要踢了 影響到他們當場的發揮 來到昨晚社區盾對阿仙奴這場 終於看到球員有很多活力 雙方都很用全力去踢這場 即使雖然比賽性質不是正式的杯賽 可以說是一場貴前熱身賽的有獎杯版 但其實兩邊都很用力 不過即使我們對薩爾斯堡紅牛也好 對阿仙奴也好 即使有多一點活力去踢 但也看到正選有很多人 不夠狀態去比賽 所以最後對薩爾斯堡紅牛和對阿仙奴這兩場 90分鐘內只是和氣收場 看回阿仙奴這場的陣容 其實都是很正路的強陣 只有薩爾斯踢了右閘 和占士米娜踢了中場 頂替受傷的阿里山勒阿諾和神軒 其實整場的攻勢都集中在左路 羅伯神火力全開 多次傳中去製造機會 但中間接應的人比較少 多數都只能橫越門前 或者被對方後衛解圍 而今場在左路方面 也看到中場 尖士米娜 今場真是寶刀未老 非常活躍 在左路和羅伯神配合 去到助攻助手 跑動頻率也非常高 跟薩爾斯堡紅牛一樣 看到他可以增加前場的攻擊力 在薩爾拉杜姆和法斌勞 兩個人從場的時候 中場的組織力一向都比較弱 所以需要他多做前插 增強前場的創造力和活力 而文尼亦都受惠於左路的攻勢 而文尼亦都受惠於左路的攻勢 所以他碰球的機會亦都比較多 有去嘗試突破和傳送的 但其實成果不算太好 但他已經算是三叉擊 中的碰球比較多 不過他這場很明顯的狀態 真的比較不足 尤其是兩次他近門 單刀面對著馬天尼斯對面的門匠 但射過去的時候也被人封走了 下半場的一腳 其實我覺得他不應該再控多一下 他用大腿控其實很容易推 如果他用大腿控在前一步先射 就很明顯成果跟現在看到的一樣 就是看到馬天尼斯有時間出來封波 其實他有能力可以第一時間就抽射 不需要再控我一下都可以 所以在文尼的失機情況下 就造就了今場在90分鐘之內 不能擊敗對手 接著就說回那個失球 我會嘗試用畫面重播那個球 來幫大家看回形勢 其實球隊很早失球的 十多分鐘 這球其實不是輸著反擊 是可以見到是由一個龍門球開出來 慢慢地地球組織 然後他們就把球慢慢傳到右路 放個長球 劉伯臣標前了去截這個長傳 就沒有看著沙卡 結果呢 過了他了 沙卡控到球之後 就要雲迪克走出來 和法賓奴也都包到他的位置 夾他 就令到整個防線都移了位 最後做到沙卡可以長傳過去 轉邊去左路的時間 即是他們的左路 利高威廉斯 除了要看著歐巴美揚之後 其實你還看到 歐巴美揚射球前那一刻 其實他們的左閘 太亞尼也都上來了 在利高威廉斯一個人要守兩個情況下 又要防太亞尼的碟瓦 又要防歐巴美揚直接射球 或者扭入大位射 這樣的情況下 他兩邊都做不到完美 唯有放多了空間給歐巴美揚射 這樣就失了這一球 所以其實 這一球失球的責任 是在於羅伯臣一開始失了位 中場鞠前壓迫 造成了一個連鎖反應 可以看到 詹士米娜和羅伯臣 都上了前面做迫搶 變成他們的長傳可以準確地 避開迫搶之後 就有更多空間去打他們的攻勢 我看到網上很多評論 都說這球 說威廉斯為什麼會走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球 整體防守的責任比較多 就不算是一個個人的犯錯 我不是說幫他護航 他這場的表現當然是 表現得不好 因為防守和進攻都是沒有貢獻 但這一球真的 我覺得他不是要揹飛 其實他的防守能力 和兩年前的阿歷山德亞諾 剛剛開始踢正選的時候 都不是差得很遠 因為當時都是單防能力比較弱 中場就要多些去遮蓋他的空位 這場偉拿道姆都很少上前 他都很想做回這件事 但其實對他力高威廉斯的保護性 仍然都是比較差一點 防守上如果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未必會怪力高威廉斯 始終他剛剛上季尾才踢了幾場 他的經驗一定是不夠的 慢慢浸出來的防守的經驗 所以防守上有問題是必然的事 但如果他進攻上沒有貢獻 我覺得這一點才是最令我覺得失望 因為他是一個逆風轉位去踢閘的球員 所以理應進攻是他的強項 但今場連進攻都做不到威脅 拉不到空位和沙拉之間沒有什麼配合 令到沙拉間接都沒有什麼發揮空間可以做到的 所以就令到進攻全部都著重在左邊 對方比較容易守 而他的出球方法也比較偏向 以前踢翼鋒 即是在底線附近 然後斬高球進去中間 讓球員爭頂 就不像亞歷山大亞諾 或者羅伯神 在禁區各位 扯一個急勁的傳中進去 所以他可能對於 現在球隊的雜位踢法 還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攻守方面也有待改善 如果FSG真的不打算買人去頂右閘的締補位 可能今年都要交不少學費 去利高威廉斯 如果亞歷山大亞諾 這麼不幸運 會有不少機會決陣 當然阿歷山大亞諾 踢得到 但如果要換這個締補位 相信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浸淫 同樣是防守球員 高美斯這場的感覺 都不夠集中 很多傳球和控球的失誤 其實上年3月 停賽之前 復賽之後 其實他的表現 都是比較失準的 而馬迪普 休息了很久都還未復出 也未有傳 要買第四中堅的球員回來 暫時地位沒有受到任何挑戰 可能要讓他休息一下 反省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迫著要用祖高美斯繼續踢下去 其實可能是我們季初的其中一個隱憂 然後說一下前線 其實整體來說 在剛剛開場擺出來的433 陣式下 其實發揮得不太好 正如之前所說 文利比較多波點 但費命路和沙拉都接近失蹤 他們碰球的機會很少 沙拉都還有一兩腳 全中可以看到費命路消失了 去到60分鐘左右 換了詹斯米娜和利康威嚴斯 換了南野拓實和基達 轉打了一個類似4-2-4的陣式 祖高美斯頂了右閘 然後拉法賓奴 打中堅 威劉杜姆和基達 打雙中場 南野拓實打左翼 文利打右翼 沙拉和費命路一起打中鋒 前場的人數多了 迫搶的壓力自然高了 終於多了一些人腳在前面的時候 組織也見到順暢了很多 所以轉陣後才見到沙拉和費命路 終於碰球多了一些 可以回後去到組織 甚至在錦區頂上做一些致命傳送出來 轉陣中最重要的是南野拓實和基達入場 南野拓實今場入場後 發揮得非常好 她的走位很多 亦都很多跟她的隊友做一些配合 要球的頻率就開始沒有以前那麼高了 因為以前上季剛剛來到的時候 看到她是否走到什麼位好不好 別人隊友傳不傳到 她都不斷揚手指著自己的腳要球要球 但現在終於就開始見到這個習慣少了一點 默默地走位做事 其實隊友看到你走到好位不會說不傳給你 近來的有賽對斯特加對西施比紅牛 其實都看到她終於融入進攻體系 今場也把握到禁區混戰的機會 隨時進入了她個人的開齋球 相信今季都有很重要的角色留給她 相信表現都會慢慢改善 比起上季尾會有更好的呈現 而在落後的情況下 基達入場打雙中場 她的踢法也非常進取 她的突破和全球都非常有水準 可以打破對方密集的防守 不過有時都會傳失 相對來說其他中場球員比她穩固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用來打破僵局想搶攻的時候 她是比較適合的 但如果對著強隊不太有融錯空間 或者她未必太適合 可以踢正算 轉424之後踢了20多分鐘 很有壓迫力 很有優勢的一段時間 83分鐘的時候 高普又開始收回頭 就用基歷斯中斯入替了肺明爐 就變回之前的433 又開始失去壓迫力 反過來又回到60分鐘的老鼠拉龜狀態 當然高普是不想再失球 所以就收回來多一點 不想跟你搏 不如一起等射12馬 到了最後階段保持的時候 高普就換了上季借去史雲斯的前鋒布斯達入 我昨晚也在Facebook出了帖 說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情況下 因為高普換他出來 就是 真的 只有那分半鐘是落場的 他純粹是下來射過12馬 我看到很多球迷都有留言 就說他承受一下壓力 感受一下比賽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他 承受壓力 讓他 感受比賽成長 其實你應該多給他一點時間 去融入比賽狀態 91分半鐘才落場 你分半鐘內 根本沒有什麼機會 去碰球 而實際上他也沒有碰球 然後就去踢12馬 其實一時之間一個20歲的新人 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去到 什麼都不做 一落場立即射球 重要的12馬 其實 真的不是個個頂得住 如果你說85分鐘 或者跟居力士中斯 一齊83分鐘 一起換進來 起碼可以讓他跑多幾步 踢兩腳球 傳一下球 暖一暖身 那麼 孫智叫做被他踢12馬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呢 雖然高普說 在操練的時間 未見他射失過12馬 但是操練和比賽始終都是兩個 不同的場景來的 而且操練的時候可能 他都已經在中間踢了 一場練習賽或者練了一整天 然後才去 練12馬都不定 不會 我會說 幾兩個小時沒有碰的球 然後突然間 一落場立即 就要他射12馬 那麼瘋了 我覺得 高普的決策下 變成了保斯達 是這個慘劇的犧牲品 而且他射失了之後 看到他很自責 看到他跟隊友站在一起 那個樣子是很慘的 我其實不是很害怕他就這樣就被人打沉 算是一個力練 對他來說 正面的看法可以說 用他在一場很重要的比賽中 讓他力練一下這些環境 但是我覺得 對他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壓力 如果真的想讓他射入12馬 拿一些信心的話 真的應該要給他一點時間 去落場暖身 而不是一盤進來就要立即射 結果這個殘忍的決定 雙食也影響到他射那球的表現 雖然他很有信心 大大力地轟 但是就轟中了那條門尾 彈走了 那就射失了這球12馬 還有想說的就是 艾利神雖然是一個頂級的門將 不過可能真是92馬方面 真的差一點 今場就射了五輪12馬 其實他只有一輪是捉到路 就是大博路易斯那一球 但是對面都射得挺漂亮的 他身盡都撥不到 而亦都有數據說 他在利物浦入 效力了那麼久 其實是未夠過12馬 將來可能 他都要下一點點力 去練好這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改善這一點 因為其實他平時的表現當然是好 但是始終12馬都是一個關鍵時刻 可能他有了這個能力 對於球隊也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跟今場球有關 最後一樣想說的就是 後備籍 後備籍上面有一個名字 就是之前 看到17歲的年輕中堅 古美素 之前就踢得挺好的 因為球隊暫時除了雲迪克和祖高美斯之外 其他中堅 一是傷 一是就賣走了 馬力浦就傷 勞夫雲就賣走了 現在是沒有第四中堅 甚至第三中堅都沒有 那麼 之前熱身賽有出過 菲利普斯 有出過雲蘭貝治 以及他 以今場球的後備來說 他是 古美素 就是唯一一個中堅 不要計算法奔努拉 如果以正職來說 他是 暫時 馬力浦之後的第四中堅的人選 證明菲利普斯和雲南貝治都看來贏得高普的信任 要用到這個17歲的小朋友來坐這個社區盾的九人後備籍 不知道今季是否真的會找他來頂了第四中堅 因為暫時真的沒有什麼中堅 究竟球隊是否真的會買呢 還是等賣了人才能出錢呢 這個問題 要繼續看下去 始終十月才關閉轉會槍 但是如果 真的要找這個新人來 接替這個第四中堅的話 可能大家都 不要太驚訝 因為今年球會花錢的 那個謹慎程度 比以往更加更加高 來到最後 以前 踢完社區盾後 下個星期英超會立即開禮 但是今年 會在兩週之後才開禮 因為中間會放了一個 歐洲國家聯賽的賽旗 即是歐洲國家的國際賽旗 因為英超要遷就國際賽旗的關係 所以將這個社區盾的賽旗都退前了一個禮拜 而英超就會在9月12日開羅 球隊也在12日星期六 會踢開幕戰隊列斯聯 暫時來說 球隊的狀態真的不太好 但是我們的三叉擊都不是歐洲人 所以他們都可以留在球會那隊練球 希望可以趁這段時間 來拘捕他們的狀態 好好地 迎接英超的開羅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分析 看完可以subscribe 我這個頻道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 下次再見